超过42万户雪龙区的家庭下个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 将会面对24到80个小时的治水情况 这是因为雪莱额和第三期绿水战将会进行长达4天的提升工程 预计会有290个雪龙地区的水工将会全面中断 不过在治水期间 雪莱额水务管理公司将会设立8个一站式的服务中心 并且派遣91辆水槽车到受影响的地方提供干净水 雪莱额水务管理公司将在下个星期二早上9点到星期五下午5点的这段期间 为雪莱额和第三期绿水战进行提升工作和更换重要零件 确保日后能够良好运作 雪莱额水务管理公司总监阿巴斯今天指出 提升工程将导致290个雪龙地区水源中断 受影响的包括巴达林53个地区 巴生127个地区 俄迈37个 吉隆坡11个 以及刮拉冷月8个 预计会有425,000户家庭面临治水 吉一年努力骨 吉 Umuddin 吉一年努力驰arma 在下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九点到五夜十二点 九十一辆水槽车会到受影响地区派水 每户家庭可领取三十公升干净水源 薛兰儿水务管理公司也会开设八个一站式服务中心 和开放六个公共水猴 一旦完成提升工作受影响的地区可以从星期三早上九点开始 分阶段恢复水供 预计星期五下午五点水源供应就会全面恢复 用户受粗储备足够水源 想要了解详情可以浏览薛兰儿水务管理公司脸书专业 八度空间黄丽婷吉隆坡报导